阿祖,媽媽叫我回去的時候 順便買些西餅回去吃 前面那間餅店,老闆很好人的 又喜歡討論數學問題 進去的話,隨時都是意外收獲的 什麼?買餅而已,還要上數學堂? 免費補習嘛,走吧 喂,阿天,沒幫忙嗎? 對 對了,新產品,鮮果蛋糕,很好吃的 阿祖,阿祖,你看看 那些鮮果蛋糕多漂亮 嗯,一定很好吃的 是啊,我也很想吃 不如就買這些鮮果蛋糕回家吃 也好啊 天仔,讓我告訴你 我們這些鮮果蛋糕現在就用盒裝著 讓客人回家的時候就沒那麼容易弄爛 一盒兩個蛋糕就賣二十元 就是每個蛋糕賣十元 好啊,那我要買半盒 即是六件蛋糕 一盒又兩件蛋糕 二乘二三等於六 那三盒就六件蛋糕了 好啊,那我就買三盒了 那,阿祖,我考考一下你了 三盒蛋糕要多少錢呢 答得對,有東西獎 啊,真的要上數學課嗎 唉,有東西獎嘛,一起計啦 我要買三盒鮮果蛋糕 每盒鮮果蛋糕有兩件蛋糕 每件蛋糕賣十元 那這次算式就是十,乘以二,乘以三啦 唉,等我計啦 一盒鮮果蛋糕有兩件蛋糕 三盒就有六件蛋糕 一件蛋糕賣十元 現在總共要買六件 所以十元乘六等於六十元 我不是這樣計的 一盒蛋糕賣二十元 三盒就是二十元乘三 等於六十元啦 你們兩個的計算結果都是一樣 要用六十元買六件蛋糕 不過計算的過程就不同喔 我先計算全部蛋糕的數目 然後再乘以每件蛋糕的價錢 即是先做二乘三 然後再做十乘六 結果是六十 在這條算式裡 我們用括號將二乘三括住 表示要先做二乘三 再做二乘三 得到六 然後再做十乘六 結果就是六十了 壓組的計算 就是先計算一盒蛋糕要多少錢 然後再計算三盒要多少錢 即是先做十乘二 然後再做二乘三 結果是六十 在這條算式裡 我們用括號將十乘二括住 表示先做十乘二 得到二十 然後再做二十乘三 結果就是六十了 你們兩個在這題乘數裡 計算的方法是有分別 不過最後的結果都是一樣的 看著這題數 三個數連成 無論成前頭兩個數先 或成最後兩個數先 結果都是相同的 這個就是成法的結合性質 我們兩個哪個解題方法好一點 兩個的解題方法都一樣好 那即是怎樣 是否我們兩個都有獎 聽我說完先 跟其他問題一樣 很多時候數學問題 是可以有不同的解決方法的 只要你們按照對問題的理解 設計好解題的方法 一步一步小心地去做 一定可以計算到結果的 甜 見你們這麼有興趣 研究三個數的連成 給你們多一條問題考考 好啊 好 我一定記得到的 有座大廈有五層高 每層有六個單位 現在每個單位要安裝兩部冷氣機 那全部住宅 總共要安裝幾多部冷氣機呢 一個單位要安裝兩部冷氣機 每層樓有六個單位 而這座大廈有五層樓 那這條算式就是 二乘以六就乘以五了 二乘以六等於十二 十二乘以五 結果就是六十 那這座大廈總共要安裝六十部冷氣機 我的解題方法和添記有點不同 那這個解題方法是怎樣的 說來聽聽 我會先計算六乘五等於三十 然後再計算二乘三十等於六十 你們運用了成法的結合性質來計算這條數 結果都是一樣 不過你們有沒有想過 其實這條數可以用成法的交換性質來計算 沒有 二乘三等於六 三乘以又是等於六 在同一題乘數到 被乘數乘以乘數的結果是等於乘數乘以被乘數 這個就是成法的交換性質 我們利用成法的交換性質 先將二乘六再乘五 變成二乘五然後再乘六 因為二乘五等於十 十乘六就是等於六十 用這樣的方法來計算三個數連成 都是得到相同的答案 是啊 如果我們適當地運用成法的結合性質 和交換性質 這樣就可以簡化計算了 好吧 看你們這麼聰明 請你們吃朱古力 好呀 真的有獎的 過來 隨便 這個人的朱古力好吃嗎 好吃 要不要買點回家試試 這個人的朱古力這麼好吃 一件果仁朱古力賣兩元 那一盒果仁朱古力有多少件 一盒果仁朱古力有九件 那你買多少 那果仁朱古力這麼好吃 那我就買五盒了 小朋友 我又考考你了 你買五盒果仁朱古力 一共要多少錢 我要買五盒果仁朱古力 一盒果仁朱古力有九件 而每件果仁朱古力賣兩元 條算式就是二乘九再乘五 計算這題三個數連成的題目 首先計算二乘五等於十 然後再計算十乘九等於九十 那幾乘五盒果仁朱古力就要給九十元 哇你們好聰明喔 這麼快就計到答案 我現在拿些朱古力和蛋糕給你們 Tima 你的蛋糕就六十元 朱古力就九十元 多謝了 以後多點來光顧 是不是有獎品的 答案問題就有獎品了 好耶 你的蛋糕你的朱古力 謝謝 時間都不早了 我們還是快點回家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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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開完會了 是啊 買追餅一起吃 好啊真乖 讓爸爸吃點餅偷一下再做 好啊 爸爸啊 在做什麼啊 看我能不能幫忙 我現在在幫護助委員會 在搞春季旅行 現在在計算旅遊巴 和參加人數 對了 既然你在這裡 不如就讓你試一下 利用在書館所學到的數學知識 來解決這次旅行的問題 好啊 讓我試一下 來 護助委員會 就租了十二步旅遊巴士 那麼每步旅遊巴士 可以再四十八個人 那麼你可不可以 在三秒鐘之內 去估計到 今次春季旅行 可以有多少人參加 嗯 大約是六百人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怎麼估計到這個答案 四十八乘二十二 這題是一題乘飯的題目 四十八大約是五十 五十乘十二結果是六百 十二步旅遊巴士 每步旅遊巴士 每步旅遊巴士 可以載四十八個人 那麼十二步旅遊巴士 大約就可以載六百人了 嗯 很多時候在未正式 用成法來計算之前 我們都可以 預先估計的結果 你已經估計了答案 不如就試一下用算式 來計算一下 這題兩位數乘兩位數 十二步旅遊巴士 每步旅遊巴士 可以載四十八人 總共載幾多人 條算式就是四十八乘十二 利用直式來計算 首先以乘數的十位 乘數的一 乘數的一 在十位代表十 四十八乘十 等於四百八十 然後以乘數的個位來乘 二在個位代表二 四十八乘二等於九十六 然後將這兩個積加起來 四百八十加九十六等於五百七十六 那麼四十八乘十二的結果 就是五百七十六了 這次春季旅行目的地是一個營地 我們下午會在營地玩集體遊戲 不喜歡我的地玩 顧助委員會的委員 已經想到遊戲 分組來玩 好啊 玩一下開心一下 聯絡一下感情 但是這次旅行 那麼多人 怎麼分組啊 我們會將玩遊戲的人 分成二十三組 每組有十二個人 那天 你試下計算 玩分組遊戲的人 有幾個 用直式來計算 首先以乘數的十位來乘 乘數的二 在十位代表二十 十二乘二十等于二百四十 跟着以乘数的个位来乘 乘数的三在个位代表三 十二乘三等于三十六 然后将这两个积加起来 二百四十加三十六等于二百七十六 十二乘二十三的结果就是二百七十六 这次有五百七十六个人去旅行 有二百七十六个人玩游戏 五百七十六减二百七十六等于三百 那剩下三百个人做什么 有人玩游戏自然要有观众 刑地那里有个看台 看台有座位十二行 每行可以坐二十五个人 那你计下这个看台总共可以坐多少人 这题是一题两位数乘两位数 这算式是二十五乘十二 你用直式来计算 乘数的一在十位代表十 二十五乘十等于二百五十 乘数的二在个位代表二 二十五乘二等于五十 然后将这两个积加起来 二百五十加五十等于三百 那二十五乘十二的结果 就是三百了 有五百七十六个人去旅行 有二百七十六个人玩游戏 还有三百个人做观众 都安排得挺好的 天文 你知不知道计算二十五乘十二 有另一个间接点 但是又很好的方法 是吗?是什么方法? 就是将十二变成三乘四 然后就计算二十五乘三再乘四 好啊 让我计算一下二十五乘三再乘四 三乘四可以互相换位 变成四乘三 结果是没有变的 现在先计算二十五乘四 结果是一百 一百乘三等于三百 二十五乘三再乘四 就是等于三百了 这个方法也挺好用的 不过把数损拆散 又真是间接了一点 解决数损问题的方法 人人可能做法都不同 不论如何都好 最重要就是合理 爹地 还有没有数据我计算的? 有啊 现在有五百七十六人去旅行 如果每人收十五元车钱 那你试试计算一下 五百七十六人 我总共要收多少车钱? 十五乘五百七十六等于多少 首先用乘法的交换性质 将十五乘五百七十六 变为五百七十六乘十五 然后利用值息来计算 首先以乘数的十位来乘 乘数的一在十位代表十 五百七十六乘十 五百七十六乘十 等于五千七百六十 然后以乘数的个位来乘 五在个位代表五 五百七十六乘五等于二千八百八十 然后将这两个积加起来 五千七百六十 加二千八百八十 等于八千六百四十 那五百七十六乘十五 那五百七十六乘十五的结果 就是八千六百四十 五百七十六人搭车 每人要付十五元车费 五百七十六人总共要付八千六百四十元 这次互助委员会举行的春季旅行 除了有就看游戏之外 单车上面还有值得 是啊 真是会带你